港共在12月19日 做大龍鳳出事 G7出聲 五眼聯盟出聲 歐盟出聲表示不滿 特別是 G7和五眼聯盟都有一個國家的身影 叫美帝 美帝現在極之不滿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 今天公布的香港自治法的國會報告 突出美國對北京在12月19日 香港立法會選舉中剝奪 港人有意義的發聲的明顯努力 表示深切關切 並對中國繼續破壞香港的民主制度 國務、司法、公民服務、新聞、學術機構等 等事 關於香港繁榮穩定和其他領域的 侵蝕香港的自治 表示關切 普賴斯在聲明中警告 普賴斯在聲明中警告 於今天這個報告中列出的個人 故意從事重要商業交往的外國金融機構將會受到制裁 美帝在今年7月已經制裁了7名中國官員 其實7名所謂中國官員就是中聯辦的官員 現在這次又被點名 這幾個人是陳東、何靖、盧新寧、譚鐵牛、韻中華 香港自治法上年通過之後 美國尚未對任何被制裁的人員 有商業往來的外國金融機構進行制裁 但法案要求美國財政部在香港自治法的國會報告公佈之後 30至60日內對此類的金融機構進行確定 被發現違背香港自治法的金融機構 可能受到二級制裁 包括禁止美國的貸款、外匯交易、地產買賣、出口和轉移 並對機構行政人員進行制裁等 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最後表示 美國將繼續為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發聲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履行其義務 我們會繼續追究其責任 看回這裏 最主要美帝口中的外國金融機構是哪些呢? 很明顯矛頭指香港的中資機構 這裏就等於一件事 他講到明了 叫你二選一 這裏美帝叫中資機構二選一 要是你就和這幾個人斷絕來往 要是我就斷你財路 任你選 最重要的是外匯交易 最重要的是美元 很多國家來說 例如中共、俄羅斯、土耳其、伊朗 他們不喜歡美國 但是需要美元 因為他們都知道沒有美元 他們就玩完 全球來說 現實來說 很多重要買賣交易都用美元 那如果 你看回二級制裁一出 這些中資機構就是大波 是大大波 這些中資機構 在香港的中資機構來說 現在的處境就是說 你如果接受美國 現在被警告 你和這些所謂的中聯辦 副主任割席 他又面臨回到中共裏面 就被中共召廢 相關人員 所以現在他們的處境 這些在香港的金融機構 就是中資金融機構的處境是非常嚴重的 那你看回 現在港共做大龍鳳 這樣一做 美帝不喜歡 這個等於 這個叫做香港的所謂 國際金融中心 就肯定出現一個叫做地震 震一震的 都幾緊要的 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 富翁 你